问2015年哪个明星最火 不少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胡歌 东方卫视跨年晚会 他也要陪我们一起迎接2016年 那去年一连三部电视剧热播 让胡歌本来就很高的人气 更上一层楼 不过都说人红是非多 关于胡歌到底和谁 才是最铁兄弟的话题 也是一直争论不休 如今被选人霍建华 袁红 王凯 吴磊 全都一一亮相 还是让他们自己说说吧 江湖流传一句话 是胡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证明了胡歌和霍建华之间的铁哥们关系 当然事实也是如此 两人闲聊合照被上传网络 不知私下里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其实我相信大家在 不管再怎么开玩笑 我跟他的友情的性质 都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我们也没有什么好避讳的 我们就是好朋友 胡歌和袁红在上大学时也是室友 按照两位大叔的年纪来看 这交情怎么也有十几年了吧 近来胡歌因为和霍建华走得近 而忽略了曾经睡在上铺的兄弟 不知袁红会不会生气啊 反正我是这么个情况 他们自己看着办吧 袁红拉着女友张欣一同亮相 两人公开练情后首度一起走红塔 那甜蜜劲儿简直羡煞旁人 什么重色轻友的词儿 都是给袁红准备好了的 至于好哥们胡歌早就抛在脑后了 挺好的以前我也都是自己一个人走 这次终于有人陪我走 因为出演狼牙榜 王凯和胡歌又成了好哥们 叶红这关是不用发愁了 可是王凯那关就不知道咯 大家都是好哥们 谁的不是谁的都一样 虽然前面几位都是胡歌的好哥们 然而胡歌亮相时身边一起出现的却是吴磊 要知道在电视剧《牢牙榜》中 小微流确实是苏哥哥的贴身护卫啊 其实他俩才是真正的形影不离呢 我觉得就是像老大一样照着我 胡歌同学这么摆大 说到底还是人缘好啊 我觉得我就像一个偏旁步手 就是一个单人旁 然后什么字都能跟我拼 拼成另外一个字